人生在世 谁还没撒过几个谎呢 你知道我卡上有多少存款吗 我就是有男朋友了 我可是有三百万 真是三百万呢 身高188 八块无击人余线 常常聪明人又帅 总之 就是完美 不可有一天 当所有的谎言都成真 不真的有三百万了 我叫楚曼 是明明的男朋友 这一事 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我叫江明明 是爱看言听小说的珠宝设计师 的祝你 哎 大家 今天晚上我生日 设计部的所有人 大家去 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 周连 你今天晚上我 你别说不去啊 你不去不就是看不起我们吗 好 我去 试试看看 哦 对了 明明 今天晚上的派对主题 是卡通睡一趴 我们都要穿的 我也会穿 所以一定要认真打算哦 哎呀 这每天 这是我的同学周连 嘲讽今晚分 平时没少给我失败 哎呦 干嘛呀 对不起啊 明明 对不起 对不起 无聊 无聊 哈哈哈哈 我看你谷歌惊奇 是个有缘人 你要买我的手 穿不咯 可以让你沙发的谎言 成真哦 哈哈哈 我都不是三岁小孩了 这种骗术已经骗不到我了 再说了 我我平时又不撒谎 我要这东西干嘛 原子一致 买上尝这阿牌 是夜里哄 再来 哇 哇 哇 我是说搞错 帅意的吗 什么她们 哎 莉莉啊 哎呀 我的好名益啊 你还真办找了 浮雕渣了 坐 好了 请大家安静一下 我想要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公布一个好消息 直接在你里啊 发了公司内部邮件 告诉我 我已经正式通过公司的考核 正式升职为设计师了 助理 你是说 公司唯一的升职名额给你了 哎呀 我们好明明 说不定过个三五年啊 你也可以升职的 恭喜你啊 我呢 别劝你一句 快别想着什么设计梦想了 赶紧啊 找一个老实的男人 这样才是真的呀 我有男朋友了 你有男朋友了 大家明明说他有男朋友了 对 我就是有男朋友了 他叫楚漫 身高188 八块不及人余线 等等聪明人又帅 总之就是完美 完美 我先去下洗手间 我喝多了 而且我男朋友来接我了 我这生走了 交给你 你这么着急走 我男朋友已经在等我了 男朋友 哦 你那个男朋友 是不是那个什么所谷上 有意义要请开店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 小说里写的呀 你看你看 哎 你看你看呀 你看你看 你说 把小说男主 当成自己的男朋友 你不会是 看小说得什么 我想证吗 你还给我 你为什么放的东西 还给我 放给他 否则我会让你付出陈主的代价 你谁啊 我叫楚漫 是明明的当报 什么 放给他 否则我会让你付出陈主的代价 你谁啊 我叫楚漫 是明明的男朋友 直到你 那我现在可以走了吧 舒嬅给我 小心被人骗哦 杀死你 你一定是被男人欺负的很惨 所以嘴巴才会这么恶毒 还有 你这身衣服太露了 今晚大家好好玩 所有的费用算不到 啊 喂 王王他怎么跟你说的呀 买单的事情你怎么能乱说呢 哎呦 我可费钱呀 我充满罪不在乎这些了 你不要在这里调让他提醒 大哥 你说点人话行不行啊 如果你继续发琼风 我不介意用你们行 你干嘛 你干嘛 啊啊 啊 啊 哇 这么身材 就不管了 先轻了再说 嗯 什么这是 啊怎么晕了 啊 风机 你 你是谁啊 我怎么在这里啊 老李和我们过来 我是老李 朱总的万能四季 坚持他的私人情感过来 那你又是谁啊 流氓 你干嘛 流氓 那我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才叫做流氓 等我看 来 我遇过地平线 将转缩的时间 都想干点点 我执着的信念 慢慢就要 茶池 你是逃不出我准备的手上心的 喂 就算你把性骚扰搞成土外霸总 该报的警卫还是要报的 报的 真的 你说你就出门不 我就是出门 甭高一八八 八卦伏地人遇见 就行了 小说很重要 难道 昨天那个大叔说的谎言成真 是真的 喂 大哥你到哪了 不是刚好在我开的兴建吗 我我在门口了 别着急 这是瞬间一路数 事情呢 就是这个样子 我知道是很离谱 但它的确发生了 哎 萌萌 我再给你确认一次啊 昨天晚上 你真的真的真的 没有找你那些帅哥给我救场吗 我确定一定肯定 我真没有 你说我要找吧 我能找这种级别的帅哥吗 这咖啡要喝酒了 来 报道了 吃 出走 这俩婆婆 真有意思 哎呀 你正经一点 我问你啊 你觉得他 真的是我黄英诚真才出现的 你管他怎么出现的 这种人类高质量难心 可用可求 那你说 我接下来应该怎么办呀 什么怎么办 享受啊 享受 来来来 好看吗 来 那边还有呢 老林 主总 你好 买这台 你好 买一下单 你好 你好 好多先生 嗯 这才叫做生活吧 这可去 这谎言诚真这么好识 不如三个谎试试看 什么 不 谁允许你叫我什么 这么龟毛啊 哎 我问你啊 你知道我卡上有多少存款吗 不知道 也根本不敢进去 反正不可能有我的签 是吗 我可是有三百万 挣着三百万呢 看样子 我得回去好好 留下你的价值分 三百万 那送手 呃 主总下面去哪啊 我给了 回家 什么了 根本没钱打 主总 杰小姐 放箱了 哇 放哪儿主总 放哪儿 好嘞 这是你的房子吗 热起来也太爽了吧 明明 以后 这里就是个箱 呃 那可不行 毛毛还等着我回家呢 你之前租的那个房子 你就给我买下来 你怎么不提前跟我商量呀 我宠万做事情 还需要跟别人商量吗 我可以靠自己赚钱租房子 花别人的钱我心里不踏实 如果你有租到 算不数 哎呀 你让开 我真的有菜为话的 啊 我了 我给你把钱 喂 妈 我给你把离婚了 什么 你们俩好多男子怎么会离婚呢 我真的有三百万了 不会吧 喂 妈 你们俩好多男子怎么会离婚了呢 你爸入了一千万的彩票 你一次玩就不要我了呗 你们中彩票了 是大账了 原来撒谎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行 我还得去找那个大叔 大叔 大叔 为何打扰我啊 大叔 你怎么来无意去无踪的 我问你啊 你要怎么解除这个谎言成真的魔咒 只要你和你编造出来的男朋友 真心相爱 对彼此说出我爱你 魔咒就解除了 但是 手串变黑之前你就得完成认 还有 你每说一次话 手串的变黑速度就会加快哦 那要是完不成会怎么样啊 不光你的生活会一团糟 甚至还有严重的后果 怎么去不下来啊 大叔 大叔 你去哪了 主办 我有话要对你说 我 我 我 奇怪了 我为什么说不出我爱你呢 爱上主办题话 首先 首先该做什么票 哎 我连一个正儿班级的恋爱都没谈过 这也太难了吧 为什么便宜就是我呢 没人 我去上班了 明明 四十八 我养养 不用不用不用 我特别喜欢上班 所以呢 不劳您最新了 还有啊 下班千万不要来救我 再见 初总 老李来为你排游解难 我会去 不过你说 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女生去绝备养呢 哎 初总 如果江小姐这么喜欢上班的话 您倒不如考虑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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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把手机弄到的体力啊 来宣布一个重磅的消息 经过我的推荐 最终选定 由周琳的作品来参加今年的珠宝设计大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看看他的设计作品 是不是很有灵性 这不是我上次被毕掉的稿子吗 怎么成为周琳的 周琳 你给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这个设计理念 啊 这个设计理念呢 就是大家知道 我平时都是经常出去旅游的嘛 然后呢 我就画设计稿的时候啊 就想到这个 哦 这个莲花 这个莲花太美了 你看啊 你说什么 说你胡说八道 这款莲花介绍的设计灵感 来自于周琳一的爱联说 于独爱 联制出于你爱不染 这清联而不妖 左边是含苞带放的花蕊 右边的钻石 象征着脱俗的连半 我为什么会这么清楚呢 因为这根本就是我的设计 周琳 你抄袭我的 江明明 你帮帮忙 你脑子好不好呀 我会抄袭你吗 我有证据 大家看 这是我的出稿 上周肺毕掉了 周琳 为什么你都跟我一模一样 不是 江明明 你拿着破纸的像干什么啊 我告诉你啊 你别满嘴跑火车 你这个人就是人品有问题 就因为我没有你这样的家庭费 你们就可以随便瞧不起人 孤立人吗 我什么都瞧不起你 我什么都瞧不起你 你这什么东西都瞧不起你 是他 你看这个是责任 人是周琳怎么可能会抄袭你的 对吧 申经理 这个时候你就别装好人了吧 你跟周琳背后到底有什么勾当 把我的设计稿见话先锋 让他抄走让他升职要功 还有 申经理 不如我们今天 就把你平时性骚扰的事情 抬开来说说 好好在这比较 这个是吧 这个还是有问题啊 你看他们边 那个曾公司呢 现在正在选人 又要上那个主设计师啊 一点加油啊 再看看 张妹妹你也不站住就在看看 就你这样的我放在这儿走上你吗 对呀 我真的太过分了 谁过分了啊 你八卦说清楚 你这人就是个 你这人有毛病啊 你猜一下不行 污蔑我了手 我给我打不死你 你再水电手 太过分了你 放手 周琳 开门 放开周琳 干嘛呀周琳 我打死你了 你弄疼我了放手 没事吧 你来干什么 放肆 这有理由我到底说话 你又是哪个呀 这是我们公司 请你马上离开 你们两个 从今天开始 再都没事 不是 你算了解 你也开除我们 对啊 你开开出来 应该是他 对啊 应该是他 大家不要跑 有人长 这就是我经营要寻谱的事 我们一挥珠宝 在濒临破产 面临危机的时候 是楚氏集团给的融资 所以说 接下来 楚总会训问公司的心愿总裁 行不跑 你得先问我明明答不答应 那边不是 那个 我会真 哎呀 我长成什么样 都不发现你是个人渣的事实 还有你周琳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交信你 你给我打扰 你给我打扰 我打扰 你给我打扰 楚总 接下来交给你了 好 我在这里 要宣布一件事情 就由江明明 担任本公司的主设计师 什么 至于奖励嘛 奖励就是 每周只工作三天 每天只工作三小时 超时扣工资 剩下的时间 赔我 你在说什么呀 你还让开 我长这么大 还没有谁能命令我出门 可是你这样干扰到我的正常工作 你不肯辞职 那我就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保护你 保护 你这分明是让我品尝职场的险恶 好不好 一个有才能的人 无论来任何的环境 都能够在工作做好 激将的 好啊 如果我在一个月内 顺利拿到优秀员工的称号 你就不能再干涉我 好啊 如果你拿不到 那你就乖乖的回来做我的处 太爱的 怎么样 上交 但这个女孩怎么那么难懂啊 在小说里面 只要按照既定方式和语言体系 就能解锁还别安静的节省 在这儿 书总 我听说 人类的大脑是这个世界上最复杂 最精密的器官之一 你搞不懂得太这么长 那你知道 做人是什么感觉吗 我不知道 我从来不做人 哎 书总 你为什么对江小姐那么上限 不知道 摆不住 我只在做结果 她只能是我的女妈了 哎 可是现在生气了呀 那你说怎么办 哦 你给她举办一个盛大的派对 让她成为这个派对的焦点人物 有一种闭碰在手心里的感觉 哇 这是为我准备的呀 工作人生 作词 行 词 看 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女朋友敏敏的派对 希望大家玩得进行 敏敏 敏敏 好久不见 是挺久的 你们认识 这是我大学实习的学长 你好 我是张熊 我是敏敏的男朋友 出门 敏敏 你什么时候打的量啊 就先不久 换点不是 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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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敏 这楚门到底什么来的 方便那男的和江明明又是什么关系 不知道 江明明怎么可能会跟这种有钱人搞在一起 不知道啊 他是从哪攀上的高枝呢 还是不知道啊 怎么问你什么都不知道 问你不如问一只猪 他中国的人不知道 行了别废话了 这姓江的把红搞这么惨 我们一定不能让他和我 刚才那个男生是我大学实习的学长 我们有一段时间走得比较近 不过后来他出国了 你就没联系了 那种男人 不知道为他付出关注 诶 主总 为了签证您成功上市 咱们今晚不罪不归 你去忙吧 我去那边看看 走 走走走 里面 刚刚里面来几双几句话了 有时间 几十分 再说吧学长 最近可能没空 二哥 我再陪你喝一杯 这酒不看见吗 你好 我想要一杯饮料 哎 兄妹 那小姐是不是要饮料 是的 我给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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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呢 一会儿 你把江明明迷晕 我把那个叫张修的人也迷晕 把他俩拨到房间里 用自拍的角度拍下江明明劈腿的照片和视频 这下江明明有一百张嘴 都解释不清楚咯 高五 抱歉 人不在 我先占点便宜 你怎么在这 我怎么在这 你不是让我来的吗 放开我 兄妹 放开我 我告诉你 我男朋友就 你让我吃饭 没用的 主公 你给江小姐买的里面到了 叫他们扣 主公 你让我可以吗 我看 主公 来 你是热熊猩暴死他了 敢动我的女朋友 老远 让你转给你们 要到后悔 让我带做人 是 出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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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滑滑 那边 你没事吧 出门 我带出去 啊 清晨一场陌生的雨 一点一滴无声无息 啊 哎呀 走开 别怕我 连三场也快潮汐 我想了解我深淡 楚曼 人海变远路线 刚才真是吓死我了 能够在那一秒 你怎么知道我出事的 太近距离 挥着心 伤害有心 才是手里 老公明昔 又怎能 这回家里叫点天不一样 叫我弟弟不明 你什么时候叫我老公 所以 这道信息 肯定不是你发的 天可相约 天可相约 花燕莫 孤独在里 以后不会再让人欺负你了 奇怪 我的心跳突然跳得很快 陌生 输上来的感觉 嗯 那是因为我吗 是 嗯 你可能是担心我吧 原来这个叫担心啊 你以后不要再让我担心你了好不好 外面的事情很危险 自知回来吧 啊 主问 明明 怎么又来上班了 不记得昨天晚上 我跟你说过的话了 那我们之前还有过赌院呢 你也不记得了 我才是游戏规则的制定人 我决定 我要把公司关掉 还有 我已经下达了风沙令 在珠宝设计里面 你是找不到第二份工作的 明明 你不要怪我 我这么做 都是为了保护你 你这是保护还是眷养啊 我怎么可能不怪你啊 你根本就是不讲道理嘛 我们之前还有个赌约的 你现在这样就是言而无信 放肆 我就是道理 还有 把这件衣服换掉 以后 不要再说 凭什么 因为我不喜欢 什么 我爱穿的衣服谁也管不着 还有 今天这班我上定了 你 道理 问你个问题 如何让女朋友乖乖在家听话 如何让老婆更加喜欢我 诶 叔总 这是两个问题 放肆 讲解不解了 您得让江小姐吃醋啊 比如 牵牵其他女孩的手 或者让 我这么优秀的男人 有再多女人喜欢我都是很正常的 这个搜主女 没有 问你还不如让我搜 这么可能 我的行为和教程上如初一车 所以 她肯定喜欢我 这是口试心扉 看来是时候 准备结婚的事 初总 用即可加 明明 我觉得这份设计 这个地方可以再改变一下 嗯 对 其实有一个这几个地方 也可以再纠缠一点 对 因为这个材质 太适合做在这里 整体都很不错 配色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咱们这次 让下我同意开心 嗯 明明 嫁给我吧 什么呢 我说 嫁给我吧 嫁给我吧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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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啊 我是张秋 我们计可了同学 总的局 要不要来去 啊 什么 我没有令你 不许再和这个人来往 什么 你冷静一点 手机还我 还定 明天我会送你一部新的手机 还有一个新的电话号吧 这部手机 你别想再见到他 楚漫 楚漫 楚总 楚漫 我的手机呢 这是你的新手机 我不要这个 我要我自己的那部 你那叫手机被我扔了 我楚漫的女朋友 扔了 为什么要扔了呀 谁让你扔的 你知不知道那个手机里 有我一家三口的合照 还有我以前作品的照片 你凭什么扔了呀 我听来听去 不就是一些照片吗 没的可以再拍啊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不就是一些照片 你怎么是这样子的 你没有感情的吗 你不知道照片的真会是因为回忆吗 什么都不知道 他怎么能哭的这么丑啊 我也能哭成你这样 你说什么 我说我也能哭成你这样 上一篇 我说 你怎么能哭的这么丑 不太清楚了 丑总 看来你也跟我一样 一生孤家管人了 你这嘴巴 不是这么用的 对对对对 这两嘴是让我们商量 怎么把这条鞋火回来的 那你说 怎么火 先把手机找回来 你这几天的遭遇 堪比言情小说 狗血片段紧急了 不过呢 储妈的英雄就美 很成有美听话的 你就不心动啊 哎呀 说一点都不心动 肯定是假的 但是呢 我刚觉得他可爱 他就霸桶附体 我都让他得气死了 梁梁 你觉得这个任务 我是完成不了了 你看这个手串 每天都在变色 当初是谁天天海雕霸总的 我算是明白了 我呀 这条夜宫浩龙 真给我一个霸总 我才受不了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我喜欢 这是我的 以我为中心的 以我 我妈是吧 好久不见了 你好 我能单独跟你们聊聊天吗 没有 没问题 这回头草 狗都不吃 你是一年级的姜米米吗 你是 我是二年级张修 之前在刘老师的课上 好像见过你 张修学长呀 你好 我之前看过你的获奖作品 月亮全 觉得你很厉害 那个也没什么 就是之前假期的时候 出去走个走 然后有些冲凑性感 你也可以的 加油 学长 今天玩得很开心 谢谢你送我的兔子 我先回家了 那明明你到家了 给我发消息 嗯 明明 学长再见 那你到家了发消息啊 明明 我出国了 因为时间紧急 没来就去和你说 以后 我们永远再见 祝学生 明明啊 其实我这次 十倍的你回国的 我上大学那会儿 不成熟 很多话也没说清楚 只有一个人 出国留学了 没关系的学长 我什么时候 有可能不信啊 其实这些年 我洗了一直用 你也一样对不对 学长 其实事情都已经过去 那么久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住 冬孔要挺好的 不过 你我听说 那个储曼 好像是个 外卡控制狂 才不是的 储曼 储曼 他对我特别的好 从来不会比我 做不喜欢的事情 而且 大多数时候 他都听我的 以我为中心 他就像一只 乖乖的奶狗一样 我倒希望你说这些 是真的 不过敏鸣自习欺人 是没有意义的 在往那边 你在上面找 哎老李 你干嘛呢 明明 明明 出漫 你怎么能换了一个人要 明明 这是你的手机 我给他干净了 还提到新的手机膜 明明 你搬回来吧 我们不找家了好不好 哎 他人是承认 难道你不是男人 要不 我还是搬回去说吧 你先把我接电话 喂 你谁啊 周小姐 这不快 就把你家晚上的事儿办了 不是你要干什么 我不想干嘛 我只想跟周小姐聊天了 咱们一起对付江湖 和他那两个朋友 那是我翻你 你过来找我吧 顺帮你干嘛呢 我以前怎么会穿这么古本老套的衣服 我都给扔了 有钱任性 等一下 你今天 真的很不一样 让女朋友感到幸福 是男朋友的天职 那 女朋友可以再请求你一件事吗 你说 我想回公司上班 这有什么问题啊 下面 我正式宣布一个消息 江明敏 通过考核 成为公司的设计师 来下部长 我怎么感觉初手机那坏坏的 就是像换个人一样 初总 你叫我来干嘛 以后这家办公室就是你的 你公会上的东西 我会转让跟你搬过来 那你在哪办公呀 我也在这办公 我的工作内容就是 做你的天神小助理啊 你看 我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 无比美味的 什么粉 罗斯粉 谢谢 你怎么想到买这个的 今天中午有个同事过生日 请我们吃的就是这个 我就想着带回来给你尝尝 明敏 什么是生日 你没过过生日 我不知道生日是什么 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吗 他也太可怜了 我应该帮帮他 让他也有一些温馨的回忆吧 诶 什么啊 明天你陪我参加一个珠宝设计师交流会 结束之后呢 我有事找你 记得 明晚不要有任何安排 你要干什么 我呢 要给你一个惊喜 一个巨大的惊喜 以上呢 就是这次我演讲的全看内容 希望再多的前辈 可以提出保护的意见 来 王先生 谢谢 大小学长 明明 你怎么来了 快来看看学术教练会吧 诶 别碰他 他是国女朋友 现在的小朋友 就这么游戏啊 那也比你这个中年有你大叔好 明明 你回家 这里招能量高 空气好 姚明明 这里吧 刘老师 哎呀 我记得以前上大学课程的时候 你都是做第一排的 是吧 刘老师 好久不见 恭喜您啊 已经成为珠宝协会会长了 哎呦 没有没有没有 哎 正好今天呢 当时也回国了 我们几个老师和以前的同学一起组了个局 大家一起聚聚 您也来参加吧 明明 你答应过我晚上会给我惊喜的 明明 等候任老师见了一遍 今天把聚餐一定要去啊 好 那你们先去 我晚点到 嗯 那我去开车 好 等你啊 好嘞 明明 你说过晚上给我的惊喜 难道就是这个吗 怎么会呢 你放心 我不会食言的 相信我 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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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去哪了 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别扔掉我 是不是就像我扔掉那家垃圾西装一样 哎呀 什么 我没有扔掉你 你看 我饭吃到一半 就偷偷溜回来陪你了 别生气了 嗯 哎 走 去看看我给你准备的惊喜 走吧 看看嘛 走啦 走 这个蛋糕是我亲手做的 为什么会有蛋糕啊 我想给你补过一个生日 你知道生日的意思吗 不知道 但是大家都说 生日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 嗯 因为 总有一些人会因为我们的到来而感到幸福 那我的生日值得庆祝吗 没有人会因为我的到来而感到幸福吧 当然会有了 我就因为你的到来而感到幸福啊 啊 快尝个蛋糕吧 是我自己做的 嗯 怎么样 好吃 对了 还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来看看 我也没什么才华 你就将就看看 我是希望给你补一个完整的人生 清晨一场陌生的雨 一点一滴无声无息 爱乐又无据 连三场也快入潮汐 我想老心陌生的你 人海边缘流血雨滴 弯流回忆 能否在万里撩下你 爱情之际 灰之际 相爱又生 随时抽离 可供民心 喜欢 喜欢 我很喜欢你欢 为什么 因为 这一声过得过 碰的一声 就别成了一口 喜欢吗 喜欢 我很喜欢烟花 为什么 因为 人一场过得光 碰的一声 就别成了一口 看一个烟花 也有这么多哲理啊 不是哲理 我第一次是 美好的东西 即便它再短暂 也知道 明明 我今天知道 落泪是什么可能 来 你看 这是我们的合照 以后每次看到这张照片 就能想到今天的场景 所以啊 这一张照片 都是珍贵的回忆 所以 你所办的手机终掉 你才会有什么生气 没关系 我早就原谅你了 这样 喂 吃完 很高兴的是你 你好幽默呀 很幽默吗 我是设计部第一 他是那的 你好 我是张兄 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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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张吧 你怎么 初动你好 我是蓝宝石 指派的首席设计师张兄 这是我名片 今天我要宣布 近期备受关注的蓝宝石项目 已经成功被我们议会拿下 今天呢 召集大家来开会的目的 就是想向大家宣布 蓝宝石项目的设计师 设计师是 江明明 感谢初总的信任 但是以我目前的能力 其实很难独立完成这么大的项目 不是独立 明明 我帮你 公司那么多设计师 还弄不到你来帮他 行张的 我奉劝 赶紧离开我的公司 否则要你好看 初总 一回就是这么对待 儿童帮我 行张长 我告诉你 我宁可放弃蓝宝石的项目 也不会让你靠近明明 乱扯 宣布 公司公司是私 怎么能打工作的事到而戏呢 小朋友 真正的情侦者 是不会去情侦的 哎呀 怎么那么大一个方位 我看见陈师傅了 你别生气了吗 我对学长只是在讨论工作 你也知道那个项目很重要的 明明 学长 什么事啊 呃 你之前发过的设计稿 我看了 整体来说没有问题 就是吃饭点亮片 最近流行过潮 不妨加点中远速进去 刚好查了些资料 你看一眼 学长 这 到这 都给你接坐这 明明 设计是遇到什么困难了 我会帮你了 初总 你懂设计 我不懂设计 但是我懂审美 你这样的行为 会影响我们的创作状态 如果你的创作状态这么容易被影响的话 那我觉得你并不适合这张困难 哎呀 好了好了 你们两位别吵了 呃 学长 初总不是这个意思 初曼 那 急行 嗯 没错 这 都可以进行一些西北上调整 加一些忽略 哎呀 你干嘛呀 这麻烦还不睡 我得把方案改完呀 改完就不改了吗 你不急 你乖乖去睡觉 别耽误工作了 你最近对我很冷的 不是对你冷淡 我最近真的很忙 你也知道 我很想把这个项子做好 那我们换个身体是吧 这样得有时间陪我了 什么啊 不要这么幼稚好不好 这工作上的事情 怎么能像过家家一样的 那谁这么说 张兄 你 哎呀 我不跟你说 我上去 哎 干嘛 给我 给我给我 乃狗乖是乖 那也太惊人了吧 哎 干嘛 设计稿终于完成了 我马上发给他们 我就说嘛 你一定能学的 学长 这次多亏了你才会这么顺利 这里面好多创意点都是你提的 客气什么呀 等你这是 哎 要不今晚 主办 学长 我先回去啊 主办 主办 您睡了 明明 今天猪宝展 那个猩猩得来啊 回去 怎么了 你又来了 明明我告诉你 那个猩猩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早晚把他踢出这个项目 哎 我们先上去 明明 找啊 学长 学长找啊 那我们进去吧 我帮你拿吧 我帮你 呃 我我自己可以 明明 能去那边吗 我们去那边吧 这边吧 那不是周琳吗 他怎么跟范雅猪宝的人走得这么近 范雅猪宝 这名字好好说啊 正是跟我们议会地位差不多的猪宝公司 你这总裁怎么弄的 周总你好 我是范雅猪宝设计师周琳 有机会合作 范雅猪宝也不怎么样了 连超学的人都找 呦 这不是江大设计师吗 怎么肯屈尊来到这种展会啊 周琳 你说的话 就跟你做的事情一样 上不了台面 你 D级绿杂的第二步 永远是打罢了 怎么了 八点党的勾计就行还没看够 我要求你向这位小姐道歉 看人了 没见过 那边 谢谢 你刚太过分了 我刚太过分了 我要向江明明道歉 是不是啊 周琳 我 是怕你能帮忙 你上去 张先生 聊聊吧 你有什么想法 周小姐 其实 你我之间 有共同的敌人 共同的敌人 充满 只要你和我一起想办法 搞爬充满和江明明 我非得不追究 你之前过小明耀的事 还保证有道具的好处 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我非常感兴趣 你接下来 什么计划 傻曼 傻曼这个人很神秘 27岁之前的信息 几乎不满 父母的信息也查不到 我们就从他下手 你无非从江明明口中透出话吧 刚刚这个傻曼到底什么 还有 我刚看傻曼好像画了个人一样 你得弄清楚了这次没事 放心吧 我发现你 不光漂亮 还很重量 我漂亮 还是江明明漂亮 江明明那个通过 咱们跟你逼啊 这枚戒指很漂亮 明明 喜欢这枚戒指吗 喜欢啊 挺好看的 帮我把这个展品取出来 送给这个消息 送给我 先知道了 他喜欢什么还都不等待送了 这款戒指可是我自己精心设计的 自己的朋友一下而已 我想在场的各位应该没有人比我更适合 把它送人的吧 什么 拿完你的破戒指 你拿出来对着谢谢 明明 我有一个礼物要送给你 我 你不见不见 明明 我知道你喜欢主要设计 所以 姓张的 不过只是送给你一位戒指 而我 就送给你的一个梦想 好尴尬呀 议辉这家公司上到总裁下到设计师 心思都用在乱闹男女关系上了 各位 这样的公司简直就是我们设计界支持啊 哎 你们信得过吗 信得过 你一个外套女配怎么永恒不散呢 什么男配女配的 楚总 明真也没派我相信 这里是展会 是一个专业严肃的场合 年纪大总裁 在这里搞什么跳爱真人秀 赞点心法 楚漫 别说了 成熟一点 我不成熟 姜妹明 你是看不上我了吧 哎好了好了别吵了 明明也是吵心 主总有什么话难回公司手 你少在这里谋好的假自备了 你那天小心死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想见见明明 楚漫 你够了 你还嫌不够丢人吗 没有 楚漫 你说谁呀你配的 你只是接触 我终于一排四倍 你不是 明明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不好意思啊社长 让你看笑话了 你别管我了 你别说什么话啊 要不我陪你喝一杯 可是楚漫他 他已经是个大人了 你不能这么一句惯着 走吧 走吧 是呢 走吧 走吧 我就想找一个合适的男朋友 怎么就这么难呢 明明啊你跟楚东怎么认识 他能好奇吗 我说出来 下次 我呢 说了一个谎 说我会有一个霸套男朋友 他就真的来了 明明我跟你说真的呢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我他的谎言是可以成真的 你不信 我试着你看 你还记不记得 我大学的时候 你送给了我一只蓝色的白黄 记得了 不过我没记错的话 那是白色的吧 对你没记错是白色 但是你看 刚刚我跟你说完谎之后 他就变成蓝色 你相信了吧 而且我告诉你啊 这些男友的人生还会变 哎 就蓝色我平时喜欢看的小说 哎 哎你拉起来 嗯 别别啊 你既然对现在的处伴不满意 你有没有考虑过 让他改变一下 改变 嗯 你想想看啊 现在处伴呢 又年人还不成熟 我不喜欢这样的男朋友 如果啊 我是说如果 如果处伴 变成这个 这是 硬姜 对硬姜 这样男朋友呢 又成熟 还有妹妹 你喜欢得个这样男朋友 我不行 我不能再说谎了 会更报应的 你们 你不用害怕啊 有什么习惹话你就说出来 好 我想 我的男朋友就是冰娇 我喜欢我喜欢冰娇男朋友 来 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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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再让我怕你怎么切心她 你就是个死者 走 张立敏 好好享受你的心理 你醒了 竹曼 竹曼 我的头好疼啊 昨晚只能顿偏了 我都记不清发生过什么了 你昨晚喝多了 我记得还有张修学长 我跟他在一块喝酒 张修是个人质 不过你放心 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 竹曼 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我看学长不是那种人 梅梅 相信我 我会彻底拔下张修这身狐狸皮的 老李 继续24小时跟踪张修 他出入过的场所 一定要拿到星空 没办法 是 情感专家 变私家侦探 话多的人 要小心舌头 是 知道 怎么 我怎么觉得 你好陌生啊 陌生不好吗 陌生才有新鲜感嘛 就像 鲜鲜血液的红色 才能自己看惯 不是 啊 小小 你跟周灵什么关系啊 我们的什么关系啊 不太熟 不太熟 不太熟就能堂而皇之的接吻吗 初总啊 我知道 你一直对我不满 可是你再讨厌我 也不能这么随便的妙吧 是啊 主门 你在说什么呀 明明 你太善良了 今天我就要让你亲眼看看 张修这个伪君子的真面目 阿丽 是 初总 是我漂亮 还是将军的 那特别是你漂亮了 小军没给错过 我 啊 明明 你看看 这就是你的好学生 看看 当你夫下期的朋友 我妈你干嘛 我怎么走 你听我无耻的混蛋 帮我还让我去你的 明明 你一个话发生 有什么资格骂我啊 明明明明 哎快去护车 初门 热个虾 这次都怪我不好 我不该盲目相信张修的 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 我又不在乎一辉 你知道的 我只是在乎你 在乎你是否像一只金丝雀一样 在我的掌心中名叫 金丝雀 我好单单的一个人 为什么要用这么奇怪的比喻啊 因为我宠爱你啊 你什么都不用想啊 你只需要乖乖的待在我的身边 不离开一步就好了 可是 万一 我 好了 你换一身衣服 跟我出来吧 看看我为你准备的惊喜 哇 这是 热光晚餐 这些都是你准备的 喜欢吗 喜欢 谢谢 哎 帮我拍照照吧 好 弄弄弄弄 不是这样的 你这样太弄我了 没有艺术看 来给我 来 快 身体色管 对 一只腿向前 对 对 就这样 好 就是这样了 感觉少了点什么 对 你这会好好的 怎么办再断呀 为了美人吸收 这做得了什么 来 没有什么 就是这样 放松一点 放松一点 不要想 不要想冷酷一点 冷酷一点 主办怎么像坏了个人一样 有点像 我看过的那本小说的 并焦男主 没想到我也可以拍出这么高级的照片 你看 这张好有点 还有这张 我也很喜欢 好了 我们吃饭吧 对了 老李呢 他吃过了吗 他一个下人 你替他做什么 下人 你们吵架了 如果 你再在我面前 提到别的男人 我就 你 就什么 我就 把你请我吃饭 你吓到我了 好了 我吃饭吧 主办 谢谢你 同意 喂 萌萌 你终于接我电话了 我想跟你说 这次 主办 变成了并焦模式 并焦 那有什么状态 特别的浪漫 而且 说话也很有情调 昨天 我们刚吃了一顿主观晚餐 他送了我一束白玫瑰 还给我拍了好多好看的照片 总之 这次完全是理想型男友 那你爱上主办 记不就解决可待了 嘿嘿 你 金丝雀 再也被我换手就好了 罗总 您就这样烧毁了江苏姐的心血 她知道以后不会伤心了 如果你敢让明年知道是我烧毁的 那你下半辈子就做个哑巴吧 我是初总 您为什么 还龙道难道为什么 立马从我眼前修饰 初总 阿林 这是你的在看 是我还没谈过那玩意儿 林小姐 你没去上班了 我最近在休息 当时有度嘛 只有休息好了才能画出更好的设计稿 老李 你跟他说什么 设计稿 没有收断壶 不是 不是 老李 你干嘛这么怕他呀 我还有点事我先回公司了 我先走我车 哎 哪里 老李今天得奇奇怪怪的 对了 除外 我呢 休息得也差不多了 我想明天就回去上班 什么 嗯 公司怎么回事呀 我合同都已经交了一星期了 初总就是不批 我该怎么向合作方交代呀 就是啊 所有的工作汇报上去 一点反馈都没有 什么情况啊 再这么下去 公司非倒闭不可 哈喽 宝贝们 好久不见 祝你 哎呀 公司不行了 怎么样 要不要考虑来过公司 可是这样不好吧 哎哟 都火烧到眉梦了 你们还在考虑什么啊 你们一心为公司着想 可是公司为你们考虑过吗 对不对 李律说的也没错 我看这个初总 不像是人真看公司的人 你们的订单到现在都没有完成 你们一回住把就是这样做生意的吗 实在不好意思先生 您说话不早 我马上联系领导 给你 狗屁领导 不是一帮废物 我来到这儿也没有人接待 谁跟你们这样的公司合作 谁倒霉 退单 实在不好意思 我马上联系 赶紧把人给我找来啊 哦 初曼 公司的人被周林他们歪走了一大半 客户也纷纷退单 你赶紧去看看吧 这种公司 这种公司倒霉都挺好的 你在说什么呀 这种公司倒霉都挺好的 你在说什么呀 明明 我已经准备了公司关掉了 关掉公司 你有考虑过这对公司员工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吗 而且你有考虑过我的想法吗 好 你也会是你的公司 你要开要关我确实管不着 但是我也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去别的公司工作 明明 我的小金丝圈 你除了待在我身边 你哪都别想去 楚曼 你怎么又变回原来的样子了 我什么样子 你狂妄自大 不尊重别人 总之就是讨人厌的样子 明明 时至今日 你不要告诉我 你仍然坚持着拿可笑的设计梦想 可笑 我的梦想为什么可笑啊 难道做你的金丝圈就不可笑吗 当然 因为你那块 存放着各种设计稿的硬帕 已经被我烧成渣了 烧得干干净净净 一点都不烧 你说什么 你烧我的设计稿 对 烧了 简直不可理 你干嘛 你干嘛 手机给我给我 你可是打电话的 你想逃 对啊 没错 我们在一起拍照 我们一起吃主观晚餐 我们一起听音乐 你不快乐吗 是那些事快乐 但是你现在这个样子让我觉得好可怕 可怕 我那么大爱你 你居然说我可怕 死了 真是长空远 不行 明明 我不收回的 明明 我不收回的 不是这样的 明明 你拿去哪 让你离开我 只要你不离开我 我会找你的 你放开我 变态 你走 不用走 你放开我 明明 我让你走 你放开我 你要去哪 这里就是你的家呀 外面都是坏人 你只有在我这里 我才能保护你啊 放开我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 别态 宝贝 吃饭 来 撑嘴 去喝喝 喝中酒 干什么我不吃 喝喝喝 干什么啊 我吃吃吧 好 我看你能争多久 到时候 别来救我 放肆 是我啊 老李 我先走了 哎呀 你先别打扫了 你觉不觉得最近的处办 让人觉得很可怕呀 风泽爱了 爱什么爱啊 工作跟感情要分开 老李 说正经的 你能不能帮帮我 救我出去啊 江小姐 虽然你的请求很危险 那是不愿意吧 真的 真讲义气 那这样吧 一会呢 你负责帮我联系老公 让他来接我 我就负责支开褚曼 去把计划设定进行 怎么样 不怎么样 褚曼 褚曼 你听我说 听你说什么 听你说 你想怎么样离开我 还有到底啊 你也别叛过了 楚总 你这么做是不对的 你去 还能不能来教训我 别跑 江小姐 放开 快跑 江小姐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冤冤 你要去哪儿啊 救命啊 救命啊 有没有人 救命 我的小金丝去 快到我的怀抱进来吧 老李的 你把老李怎么了 老李 那个叛徒 已经妨碍不了话了 出外 出外 出外你老弟一点 也不这样吧 我们一起去死 这样 我们就可以永远在一起了 好不好 你疯了 你把他放下 只能说个谎试试 看主观能不能变一个人格了 你要把我换掉 你不要我了 我不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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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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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男朋友是一个男的男生 他还不会伤害我 啊 你干嘛把我捆着 快把我松开 江小姐 他脸上的力气好像没有了 什么呀 万一万一他是装的呢 哦 有道理 那就再打一会吧 老李 你快把我松开 你看你看 圆形毕露的吧 果然还是不能松 对对对对 万一他再对江小姐不利怎么办 你谁啊 你干嘛在我家 啊 你 你不认识我了 初总 那你认识我是谁吗 老李 你变成鬼我的认识 你快把我松开 等等 嗯 那你记得张修吗 张修 他好像是个手机师 周琳呢 周琳 他以前是我们公司的员工 回来调逃 哎呀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别那么多废话 快给我松开 等等等等 你记得老李 记得张修 甚至连周琳都记得 就是不记得我 你别废话了 你快给我松绑 快 喂 不是吧 初漫把你忘了 你怎么弯成我啊 我也不知道呀 这眼看着 猪子也没剩几颗 剩下的全新屈指可数 你有没有想过 你为什么爱不上初漫 我觉得言情小说 跟现实生活 完全是两码事 爸总的初漫 看上去很有安全感 可是你跟他在一起 就必须完全按照 他的想法措施 很累 乃狗的初漫呢 不成熟 又粘人 也不行 后来那个病交初漫 更别提了 看上去很迷人 浪漫懂情调 但是真的太危险了 这言情小说呀 我看就是把好的一面放大 对那些不好的 就闭口不提 贩卖幻想吧 你别说言情小说了 现实中的男人 也没有完美的样 那你一辈子不谈家了 我不是完美主义 我只是觉得 感情 不该是我和楚漫这样的 好的感情 应该是两个人 自然而然的吸引 相互走到一起 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 无论好的坏的 狗子的手都不会松开 确认 对方就是那个对的人 你这不挺清楚的吗 没有去做呀 现在也只能这样试一试 这位 江小姐 你说你是我女朋友 所以呢 你要多花时间陪陪我 这样才能找回 属于我们的记忆 那我以前喜欢你什么呢 喜欢 我们楚总的品位 一向都很独特 独特 我热情开朗 真诚大方 努力上进 还有那么一丢丢美貌 他喜欢我 怎么就算品位独特了 江小姐说的是 那我们是怎么在一起的 就 你说你是我男朋友 我们就在一起了 江小姐 你不觉得你自己 这种说法很离谱吗 还有老天 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才让他继续住在这里的 但你以后还是少交一些这样奇怪的朋友 那你不想找回记忆了 如果是没用的记忆 我也不适得再找回来 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无论如何 我是不会放弃的 老天 这家公司 笑语这么差 管理这么乱 我这些为什么花这么多精力在这场面 因为江 不许听那个字 因为 Ginger小姐 对 是 好了 说正事 虽然我们处事集团实力雄厚 但给不了我成就感和价值感 如果能让这家公司七死回首 那一定很刺激 这样 你向财务部门 把原工们的工资该发的都先发了 剩下的 从长期 是 初总 你差公司了吗 收到了收到了 初总可算回来了 他这次撞得完全不一样 是经历什么 他算了 什么知道了 初总 亲爱的同事们 很感谢你们还愿意留下来 与我并肩作战 接下来将会是厂市作战 希望我们能够共同进退 我宠案 不会亏待你们的 这样的宠案 好有利 你们怎么办 你们一辉这么大的公司 不可能再看市道理学会吧 那也要开始什么课 值不值得送组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初总吧 我是 请问您是 范雅珠宝 李莫姆 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初总吧 我是 请问您是 范雅珠宝 李莫姆 早就听说过初总的大名 我来呢 不会别的 开门见山 我想收购一回珠宝 收购 不行 这位就是江小姐吧 听说你是一位优秀的设计师 您要是想长远发展的话 您可以总于加入我们前队 一回珠宝从创办以来就跟范雅珠宝齐名 不是你们想收购就能收购的 江明明 这轮到你讲话了 你不看自己几斤几两 敢跟我们林总叫嚣 你们就是这样带着胡思行销的吗 您说的没错 一回珠宝在行业内的确走过优秀 可是此一时彼一时 靠着初总的钱包维持现状 可不是什么明示之举 我的公司正转正常 就不到林小姐谁心了 不过 既然来了 也不能让你白跑一趟 不如 你们范雅 又不合作如何 那就要看初总的诚意了 我需要时间了解 一回珠宝 还有你 我会让你看到我的诚意 岂有私利 怎么让你冒出个林默默 看来这个林默默 一定是觊觎初总 可是我觉得 那个林小姐长得又漂亮 角力又高 还是女总裁 跟储卖甚至是绝配 江小姐 心态放平 不敢跟说 买瓶瓶瓶瓶 我先去睡一觉 睡醒了再说 初总 你等了 你去调查一下 今天在钻石价格的不同情况 我们和睦睦合作的下一个项目需要 还有 你去做一份 总武力保持产地的分析报告 它下一个项目需要大量才够 闹着干什么 去啊 明明 等下 明天晚上一起在家里吃个饭吧 消失什么才定 我好让老李提前准备 好 我果然没看错初总 您提交的这份合作方案 非常有舒服力 严总 过下了 林总 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巧不当巧 初总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 但是无妨 之前 你带到我公司那两人 张秋和周旅 之前是我公司的员工 老实想 人品不怎么样 希望林总 用人的时候也要看清楚一点 谢谢初总的提醒 那两个人 我会看着办的 略了初总 音乐会欧罗巴名物的门票 希望初总闪光 林总 您怎么知道我喜欢听音乐会 就像上次我说的 只要给我时间 我一定可以了解你的公司 还有你 你说 林默默不会因为储曼那张脸蛋 就答应让他们聊天 朋友 如果林默默要是林不清的话 张秋 周琳 这是林总给你们的 这是什么 这是你们的辞推书 林总说了 你们之前在运汇图的点肮脏时 他都知道了 你说什么 你开什么玩笑 林默人呢 我要见他 他就过个拆桥 我看就没这个必要了吧 你明说 是这样的 呃 求你再让林总给我一次机会吧 这些事呢 都是张秋的主意 跟我没有关系的呀 周琳 你太漂亮了你 你再用我说说 误会 不是误会 你再给林总说一下 真的不关我的事 初总 老李 嗯 你觉得 这个林默默怎么样 漂亮 聪明 大方 这是 他约我去看音乐会 你说 我去 我见你前往 容易失神 你觉得我跟他不合适 但是您最爱的是江小姐呀 你能不能忘了 到底 你老说这个江小姐 是我的女朋友 是我最爱的人 可是 可是我对她根本 没有过去的回忆 她现在只是我公司的一名员工 你说她这个爱 有所谈起的 所以您现在 会接受林小姐的追求吗 接受他们上 但至少 我跟她还是有共同意义的 不管如何 我支持您的一切决定 起来 快吃吧 味道不错 你这么吃 哪能挺不到路上的乐趣 你像我这么吃 你看 明明 嗯 我又是要跟你说 嗯 你说 我们之前是男女朋友关系 嗯 你是不是重新找回对我的记忆了 对不起 我完全没有想起 我们之前的事情 之前发生的事情 让她过去吧 谁也不要提起 这样啊 好 我明白了 我没有别的意思 你不用说了 其实 我应该向你道歉的 之前是我硬把你绑在身边 确实跟你不公平 你会觉得不舒服 也是难免的 没关系啦 我都理解了 你放心 我明天就去找房子 我会尽快搬走的 其实你也没有必要 什么 我 我吃饱了 我想先上楼了 都原谅 轻轻的唱 慢慢的回荡 我后会到那些纠缠 无法遗忘 你像太阳 让雪害怕 接受你给的光 轻轻的唱 暗淡忧伤 我回到了 每个地方 我的成长 你的模样 回想 在我 身旁 你还记得我吗 之前买过你住穿的那个 记得啊 之前那个原主吗 对对对 大叔 你之前说要回除漫 不想说说我爱你才能解除诅咒 但是现在他不爱我了怎么办 那就完个任务咯 不行啊大叔 你得帮我 你得让他回心转意啊 我只是个卖手串的 你和他的感情是 我管不了 不行啊大叔 你不能这样拐山不拐埋啊 那只要我完成不了任务了 到时候肚子全部都别碰了 那我能怎么办啊 姑娘 我没说你会死啊 死不了啊 莫怪大叔话多 现在的你真的舍得完成任务吗 你要知道 魔咒一旦解除 储漫在你的生活中 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你永远都见不到他了 今天我们一辉与范雅珠宝 正式确定了战略合作关系 感谢林总愿意接受我的意见 给我们双方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董总您过奖了 还要感谢楚总 让我们范雅珠宝 收获了一个如此优秀的合作伙伴 接下来就请大家多多关照 多多指教了 小声点 明明还在这呢 他们是分手了吗 没有晨跑的习惯吗 没有 我对上去 等一下试试的 好啊 那明早我们一起跑 我去找你 好 没有问题 林小姐 江小姐 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 我来找楚曼一起晨跑 老李说他在楼上换衣服 那我 走了 走了 楚曼 早明明 起身早 哦 哦 我准备再去睡个合中觉的 江小姐 我可能就这么张开了双速睡 好的队 成双成队更合适一点 这样也挺好的 对谁都好 谢谢你啊 老李 爱情是需要勇气的 江小姐 露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算了 我累了 我决定 这个任务 我彻底放弃了 这样 至少宠败不会消失 我每天都能看到他 足够了 欧宝 欧宝 有个事 我等你说一下 其实呢 明明是老李的朋友 他只是到我这儿再住几年 过段时间他就搬死了 其实我也觉得这样对明明不太好 你一个大男人倒是无所谓 但是流言蜚语 就容易重伤于孩子了 好 我扯 我会想办法解决的 别哭着脸了 走跟上 楚曼 你感冒了 不是很重 谢谢你的关系 你知道我有什么事吗 这份文件需要 需要楚总您签字 那我 虽然我和楚曼没关系了 但他生病一定很难受 还是帮忙煮点周合吧 你们回来了 我今晚就搬出去 就是搬出去之前 多久点饿 逐远周吃 反正你已经在这里住了那么久了 也不差这一天 留下来吃晚饭吧 你这好你和莫美认识 我倒是不见一位和江小姐 一起吃晚饭呀 但是还不知道人家 晚上有没有安排 你们吃吧 江小姐要是有安排的话 怎么可能自己煮粥喝呢 你们想吃什么 中餐 我保持身材 晚上不吃太油腻的 那就好 老李 去等那家西餐厅的外卖 好嘞 看我 人24小时超长待机 专位储总服 你看 出门 你怎么喜欢吃这种灰乎乎的东西啊 哎 李小姐 用小事 你交给我来就行了 食物嘛 能吃饱肚子就行 不用弄弄弄 哎 海鲜会饭 什么你尝尝 我来来来 小姐 厨总队下人过敏 这不是谋杀他呢吗 下下下 各位 我吃饱了 我先走了 你继续 明明 各位同事 我要宣布一个好消息 我们一回珠宝 这个季度的KPI 已经超过完成 老李 你在干什么 这又不是你也听 每逢喜事 必拉此曲啊 楚总 我听说过两天 有个欧洲交响乐团 要来我们这边看演奏会 我们一起吧 楚马 你听到我说话了吗 好啊 什么好啊 不是说 说一起开会吗 哎呀 是演奏会 不是开会了 哦 那我们一起去听 那你不许反悔哦 哦 明明 我爱你 楚马 我 事件不做了 走吧 我觉得 我跟楚马之间的事情 就像一场梦 该醒了 那你想任务怎么办 我不想完成任务了 因为完成任务之后 楚马就会消失 我不想这个样子 而且 那个大叔也没说 完不成会怎么样啊 嗯 你想回楚马的话 可以不用做任务啊 你不说爱怎么就行的 我哪抢得回啊 我们之间的差距 就像马里亚那海溝那么大 之前她喜欢我 那是因为强设定 现在她自由了 傻子都知道 要选林默默吧 我 我放弃了 我想 忘掉她 小可怜 人家吃点甜蜜 甜蜜能开心一点 嗯 小小姐 你跟楚总这么般配 如果您还有任务中的话 那结果肯定会很难收场 关你什么事啊 人家当时人还操心啊 我这不是为楚总的幸福负责吗 你还是为自己的幸福负责吧 老条 你说 我们那天晚上就能让她走的 是不是不太好啊 我觉得很吓他 这是您的反省 一个跟你毫无关系的女孩移开 这有什么问题吗 怎么能说毫无关系呢 那您跟江小姐 还有什么关系 你好 她是我的下属 我们之间是雇佣关系 从这个角度考虑 我是不是应该 关心她有没有找到房子 那我觉得那可不必 毕竟找房子 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 而我们公司向来 都是公司分别的 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楚总 楚总 你没事吧 嫁给我吧 什么 我说 嫁给我吧 楚总 楚总 对 就是这样 没事 没事 今天呢 我宣布 我们议会珠宝和范亚珠宝合作的新项目 大获成功 希望大家以后也能够共同进退 一致对外 真的很感谢一会的伙伴们 辛苦大家了 为了庆祝这次的成功 今晚我请大家放松 一起团建成功 一会儿做我的事去 一会儿 你帮我跟楚总说一声 我今晚有事我就不去了 你怎么不自己跟楚总说呀 今晚必须去 不须扣工资 不过什么流 明年 我建议我这么叫你吧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 来 我们喝一杯 多辛苦 没有 嗯 大泽 让他喝 楚总这是在怪我 不体验你的员工吗 啊 我弟子是 如果大家都喝醉了 一会儿怎么下 你始终管我了 你只管林墨墨 别管我 哎 楚总林总走吧 拜拜 好 出办我喝酒了不能开车 你送我回去吧 要不我帮你再下吧 那你呢 我 我还是想送他回家吧 那我自己的车座吧 不用你操心 我不想走了 我走不了了 出门 出门 姜小姐 这本家伙喝醉了 你去赶索包他 好 好了 快快睡觉 来 楚总 拜拜 刚才楚总对江小姐 还是雨晴未了啊 最近我的脑海里 总是会闪现一些跟他有关的片段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会不自觉地靠近他 我不知道 你到底算不算 那林小姐怎么办啊 虽然我现在还不能确定 我到底爱白酒里面 但是我能确定的是 我一定把你摸摸 我会找个机会跟他说清楚 让他不要在我身上的附近 我在哪 喂 王宝 我跟你说话坏了 昨晚我们团结 我应该是喝醉了 被处饭带回家了 就情复然了 没有 别瞎说 你勇敢掉 公司这个机会让他爱上你啊 啊 但他隆隆你的生活了解你 隆隆我的生活 哎呀 哈哈哈哈江小姐下来吧 呃 初总 要不我送 江小姐回家 把他开手吧 你再收起 不用吗 好嘞 走吧 那麻烦初总了 初总 请进 我现在跟王宝挤在这里 地方虽然不大 但我们每天都挺开心的 下班之后一起煮个小火锅 聊聊天 吐吐草 呃 家里还有很多零食 要不要吃 嗨 这还是我最喜欢的 海鲜味的泡面 初总 不要叫初总 叫初吗 你以前喜欢吃泡面 哪有人会真的喜欢吃泡面呀 我以前工资低嘛 每个月到了月底 手头紧张 我爸爸妈妈给我打电话呢 我只好说说好 骗他们说我正在吃海鲜 其实啊就是一些海鲜味的泡面 明明 你靠着自己的努力 一点点打拼到现在 真的厉害 不说这个了 我换衣服 带你去吃好吃的 好 走 这不是我小气才请你去度边上的啊 而是因为这家真的很好吃 如果你不尝一下 肯定是你的损失 好 那我就再提消息 快走 老板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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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是朋友 老板 那我之前都留上了一套 好的 快尝尝 怎么样 我担心 你干什么东西啊 哎呀没事了 他们家实在很新鲜的 我担心点少了 因为真的太好吃了 在你时候 这钱啊没白花 那你多吃点吧 好 你等会儿 谢谢 我要谢谢你 待会儿发现的这么好吃的 宝藏小店 可以你要多吃点 来 干杯 干杯 怎么样主总 今天吃的还满意吧 非常的满意 那下回 还有没有什么宝藏小店 当然有了 以后再带你去吧 你干什么啊 放开我 放开 别碰我 你干嘛 干什么 放开他不让我报警了 报警 怎么着 我们不弄他 弄你呀 你嘴巴放干净点 怎么样 想打架 怎么着 老子今天打的就是你 我打你 那我兄弟 我废了你 喂 警察吗 这里有人闹事 你快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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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小心 快点 有点 没事吧 我 我现在这里弄死你 你 快走快走 快走 快走 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 没有今天没有你们的报告 不用客气 以后注意安全 嗯 那那我先走了 你没事吧 我当然没事了 但是你都受伤了 我送你去医院吧 不用 你带小伤 没事 那我给你包扎一下 像这种情况 对你太危险了 下次别受够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嘛 那就麻烦你 下次多想想 知道了 书总 你回来了 你笑了没有 外面花开得好啊 花 知道了也等会了呀 书总 你今天跟家伙的约会怎么样了 是我去过来 不想说 有了 我睡觉去了 那你回来 其实我发现吧 江明敏是个特别可爱的 他身上有一种活力 特别能感染到别人 那你应该是对他心动了 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跟他的过去 我的脑海里只有一点 一个新的画面 其实这些一点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当下的感觉 说不定 即使你们两个失忆了 有一万次 也依然能够重新爱上彼此 这个叫宋明敏 Lomantic 书总 如果你真的想找回从前的记忆 只能希望可以帮助他 来不及说再见 就这样 你看 这是我们的合照 以后每次看到这张照片 就能想到今天的场景 所以啊 每张照片都是珍贵的回忆 也对我说抱歉 太悲伤 还有太多美将 都原谅 静静的墙 慢慢回荡 我后悔到那些绝战 无法遗忘 你像太阳 但却害怕 就送你给的光 静静的墙 但太要伤 我回到了每个地方 我的成长 你的模样 微笑 在我身旁 灵灵 原来我忘了这么重要的记忆 你这个怎么看啊 你这个怎么聊什么呢 这么开心 我们呢 之前打了一个 现在正在揭晓打赌的结果 打什么吧 我把五款未上市的钻战样品 都拿给楚总看了 大家打赌 楚总会喜欢哪一款呢 那他最喜欢哪个 楚总最喜欢的 就是这一款 以荷花为主要设计灵感的钻戒 并且他还自留了 不知道是不是留给未来 楚太太的呢 哈哈哈哈 他也喜欢荷花吗 明明 我爱你 楚漫 我爱你 我爱你 楚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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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江明明 怎么会做那样的梦呢 怎么又黑了一颗呀 楚漫 它真的会消失吗 明明 林小姐 林小姐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明明啊 我其实很欣赏你的才华 我觉得你在珠宝设计上 可以有更好的发展 然后呢 总不见得 约我出来就是来夸我的吧 我就是想问问你 有没有兴趣去国外留学 这国家呢 随你挑 留学期间的学费 生活费 我来负责 怎么样 林小姐 您手指上的戒指很漂亮 林小姐是怕 如果我继续留在一辉 会影响你未来 楚太太的身份吗 江小姐 一定要这么想我吗 以你的灵气 要是去国外进修的话 那前途真的不可限量 我是不想看到你的才华被埋没呀 林小姐 你能肯定我的才华 我很开心 但是 我的前途 就不劳你费心了 林小姐 还是好好做好 未来楚太太的身份吧 这些 我这讲的事 你那李默默都欺负到你头上了 你那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我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 能有什么办法啊 人家楚漫给未来老婆预定的戒指 都栽在他手上了 呸 他就是个渣男 气死我 他跟你不清楚楚的 还跟李默默勾勾勾搭搭 明年 你不会不相信爱情的 我有那么没出息吗 我想清楚了 就当是老天爷 行的没事干 给我开个玩笑 不纠结了 人家过好以后吧 就等你这句话 我跟你说 新婚才是这条救伤的两药 你要我下个钱 我跟你说 那万一遇到合适的青年才俊呢 到时候什么长满 李漫王满的什么东西 都抛震倒好了 嗯 听起来也不是不行 我给你找找 哎你干嘛去 手撕渣男去 初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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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你不要再约我私下见面了 我虽然感情精力不多 但我至少翻得清好坏 明明 你怎么了 是谁让你不高兴了吗 你做了什么 你自己先不清楚 明明 我已经找回了关于你的记忆 我想起了我们之前发生的事情 你记得我之前有多爱你 明明 我这次约你来 我想 你想什么 你不要再提以前的主派了 你是你 他是他 虽然以前的主派有很多缺点 但至少他足够坦诚 明明 初总 什么 明明要去相亲 千真万确 忙到亲口告诉我的 初总 要不要去看一下 公司员共详签 更有什么包装 那我们就开始吧 呃 丁小姐 我们还是开门见山的说吧 我这个人呢 条件还不错 追悟的女生还是蛮多的 呃 我得精挑细选之后 可能再做出选择 所以呢 所以我还不一定要选你呢 谢谢 那 所以说我这些东西还是得算清楚的 我是不会当冤枣的 丁先生 你没事吧 哪有人一上来就说这些的 那就要一样我就感觉我们不怎么合适了 呃 这就是你说的 相信就像 初总 你怎么来了 我问个老板 有意我帮你把锅子 啥 听说相信还带老板过来的 这位先生 您要是想结账呢 麻烦自己去仙台 不好意思 哎 你干什么 这发费是我的 我已经付过钱了 什么 什么并不好看 初总是来看棉队相声的 以后为了避免这种外包裂走 你要是不要去相信了 带走到身边 就不会为了这种 急忙送彼的事情吵架 谢谢初总来就唱 我先走了 你看 有会 他不去 那叫你去就去吧 不要 肯定是他跟林共和兄弟的主场 我看着多烦 我才不知道 你有没有发现 曼总是对你相信的事 恨加干涉 还为真喜欢你吧 怎么可能啊 他要是喜欢我 怎么还会跟你 反正人就是这个样子 得到的时候不珍惜 失去了又觉得不甘心 我看呀 他就是爸总的老毛病又犯 管他呢 赶紧就去吧 而且还要跟我们跟我们去 拿去吧 你带你去换衣服啊 还得正装出席 走吧 哎 哎 萌萌 嗯 要不我还是换身衣服再来吧 怎么了 我觉得挺好看的呢 肯定能把那个迷惘复抑下去的 放心吧 我知道 哎呀 我跟你说 这个人还是得奏合 来 明明 你先往后面 是啊 可少看到这样的你呢 是不是储慢平时总压榨你 害得你都没时间打扮了 林小姐的意思是我平时很丑陋 好嘛 怎么又误会我 初总 你不是说要给我们家明明 介绍场那个油脂单身男吗 在哪呢 嗯 有些人 自己的事都没搞定了 还管起别人来了 怎么 我们去那边跟王东打个招呼吧 不好意思了 老李 找到这位 好嘞 幸亏我们家明明也没跟初总在一起 要不然我几直天天都不看见 那你这是四万个大错了 你怎么说他来过来在一起 我们明明已经要选好的结婚对象了 不久之后就要出国了 那怎么会在一起呢 萌萌你 真真假的 嗯 这也太突然了吧 那个人呀 一表人才 哎 怎么跑了 哎呀 萌萌 你瞎说什么呢 我哪有什么结婚对象还出国 我这放用他 欲擒故作 动不动 我真是服了你了 这个妈妈说话可行吗 这什么事情 你可信其有你不可信其无啊 看来 我必须做大事了 你帮我 亲爱的宾客朋友们 我是今晚的主持 老李 我先代表楚总 欢迎大家的到来 今 酒会的主人 也就是我们的楚总 将要向他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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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爱的女孩 表白 今晚酒会的主人 也是我们的楚总 将要向他 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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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爱的女孩 表白 莫莫 我跟那些 一直住着一个女孩 但我必须坦率地说 那个人不是你 谢谢你这段时间 对我的谐谈和关心 希望没有对你造成了很困扰 你说的那个女孩 是蒋公的名字吗 薇薇 莫莫说的对 今天要介绍一位 优质男神男师给你 现在 这个人已经站在你的名前 楚曼 今天又不是愚人节 你剛开什么玩笑啊 而且 你们不是快要结婚了吗 你都还没有答应我 我先给你门子过来 我真的没有开玩笑 明明 原谅我 本脑没有看清楚自己的内心 直到你开始疏远我 我才发现 你在我的心里有多么重要 重要的 即使我弄不清楚自己对你的感情 我的身体 也会让我意识 做出一些 不自主靠近你的行为 现在这一刻 我才发现 我爱的人 是你 崇曼 我 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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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到底为什么晕倒 为什么连家庭医生都查不出原因 明明这次晕倒也很奇怪 他平时影像身体都很好的 你放心吧 明天要去找更好的医生 明明 明 你行了 怎么办 你没事吧 没事 可能就是低血糖晕倒了 对不起 我知道 这段时间我让你伤心了 以后你都住在这里 我再照顾你 灵小姐 灵小姐 你怎么来了 那天你晕倒了 我过来看看你 当然 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向你解释清楚 这位戒指 无不远处 当初是我觉得它好看 虽然除曼借我带回去 并不是他用来给我求婚的 这戒指很漂亮 能不能借我带回去 我让我们公司的人 学习一下设计思路怎么样 您从里过奖了 应该是我们向你学习 没有问题 只要记得按时规划就行 好 对不起明明 我不该骗你的 我跟主太太这个身份 没有缘分 你不用说对不起 我也不怪你 其实 你不是我们感情的阻力 好 你不怪我就好 我放手了 这人生在世啊 何必给自己找那么多造型事呢 好 你好好休息 走了 谢谢 明明 明明 闺女 你没事吧 怎么样 妈 我没事 我可能就是低血糖晕倒了 嗨 我就说嘛 没事就好 你怎么可能有事呢 你想的时候 那身体好的呀 就跟那小牛犊子似的 那长得就跟那小孔雀似 妈 别说了 嗨 儿孙自有儿孙福 我呀 不操心你的事了 我也得操心操心我自己的事 你自己的事 你什么事啊 嗨 我这不还单着呢吧 你爸呀 转脸人家就找了个年轻女人 我这一想 他那样的都找得到 那我差啥呀 胃不能大下来呀 可惜现在的好男人 太少了 阿姨 这是我女朋友 你干嘛 你干了吧 我怎么可能对你感兴趣呢 我呀喜欢成熟健庄的男人 你先跑去年健身房子说啊 你要不要 你不敢说什么呢 不吗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楚漫 不用介绍了 你的基本信息我已经了解过了 了解过了 伯母 你喝水 放着吧 我不渴 那 您吃个水果 肠子 别麻了啊 歇会儿 坐 小楚啊 我就叫你小楚了啊 你的条件呢 是不错 但是我作为母亲 更看重的是你能不能对我女儿好 伯母 这样你放心 您可以随时过来考察 伯母 您跟叔叔的事情明明已经跟我说过了 不过没关系 伯母 我过段时间就给您安排相亲 到时候全是各式各样的大叔 没错没听 真的 你没骗伯母吧 没骗 伯母 你看 脑里都把资料给我发回来了 这么多 这个怎么样 真不错 那以我这条件我可得好好选一选 小楚 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孩子 懂事 有眼里劲 看得不错 你和小楚再谈恋爱吧 妈 你怎么突然会这个 借连谈恋爱干嘛分房事 你怎么什么都问 我不回答 你也不是调记吗 明明 伯母早 早 我妈问中午吃什么 中午吃什么 分复个道理就行 你们看这双筷子 一天到晚它都是成双成对的 什么时候看到它都一直吸一支的 你们两个懂不懂 妈 你面包试图翻下这样还是杀着 还有 我们吃的是西式早餐 不用筷子 小祖宗 你这样不行 你要气死妈妈呀 你说什么呢 你跟我爸之间的事情还没讲清楚 怎么有悬心思考这个 正是因为我和你爸离了 我才叫经验分 我跟你说 像小楚这样的男孩子 真是小祖宗女孩多了去 你可得抓点紧了 面对竹篮大师一场哭 快跟着老外孙子 我妈 我跟主犯之间的事情 没有你想得那么浅薄 这是你第一次谈恋爱 不能大意 我跟你说啊 你的事 我关定了 知道 明明 晚上我和朋友一起吃饭 会回来的很晚 就不要等我了 好 知道了 妈妈 你 明明从小怕黑 我又不在 今晚他肯定会去依赖主妈的 哎呀 这家同名真好 你我这么聪明漂亮又天心的妈 主妈 主妈 我呀 哎呀 你没事吧 你怎么了 我我没事 就是愿停给你这对 你有什么样吗 都黑了哦 没事就好 看来最本只能不黑了 没关系啊 我要手电筒 不好意思 那早点休息晚安 哦 孩子们你们的妈咪回来了 妈你回来了 哎呦 昨天晚上真是累死我了 累 那小楚呢 昨天晚上 昨晚上 哦 你昨晚我过来是哪 呦 看来呀 你给两个孩子好好补一补的 哎不用 我昨天熬夜赶搞 不补觉就行了 哎 不对啊 昨天家里不是停电了吗 你是怎么赶搞的 我笔记本的电量很足啊 妈 你不是出去了吗 你怎么知道家里没电呀 嗨 我昨天晚上打了一马叫 我困死了 哎呀 不说了不说了 我得睡觉去了 啊 妈 这招不行 就换下一个 林绵 林绵 什么情况 这门怎么锁 肯定是我妈搞的 看来 今晚只能睡客厅了 这沙发睡得我腰好疼 这毛毯也不防暖 哎 这一夜可怎么熬呀 要是能去主办的房间 蹭床睡就好了 看来那张床又大又软 一看就舒服 但是 但是主动去送床 也太没面子了吧 哎 林绵 你怎么睡沙发啊 哦 我房间的门锁坏了 打不开了 就只能在这将就一半了 那你也不能睡沙发啊 这毛疼这么薄 容易着凉 走 上哪 温帅月光的距离 多少梦想都是你 你是我一生追求解答的命题 爱从没有偏离 知道我遇见你 才知道心动偏离 都融入呼吸 一会不会有大事发生吧 可我还没准备好呀 怎么办 哎呀 好紧张啊 嗯 好像好像有点冷 我也睡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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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醒了 今天就是我们的约会日 我就不能成为太阳 再一点 好不好 算你有心 哈哈哈 哈哈哈 在下一帽传达 你明星条中的号码 你听清风吹不经济 我的蝴蝶真是随着红昏落下 新开了晚霞 为何代表浪漫 曾靠梅魁花 无法语言报答 只要你们真心才害怕 用我双手为你描划 只要你想做一个孩子 在我这就永远不用担答 我为你披甲 实行与世无法躲避 只我想和你干扰我相信 我会穿越光的距离 和小梦想都是你 你是我一生追求解答的命题 出卖 你有忙啊 没干什么 我给我给这是我的手机 看看怎么啊 你拍的好丑啊 不丑啊挺好看到 要不 我们拍张子拍吧 好啊 三二一 主慢 抱抱好不好 你知道吗 我很喜欢拥抱的感觉 我知道那种感觉 但我表输不出来 表输不出来也没关系 只要我们静静地抱在一起 我就觉得很幸福 我不会让你一个人的 嗯 美美 谢谢你教会我做人的体验 感觉很温暖 我也要谢谢你 是你让我变得越来越人暖 敢于用最真实的一面 去面对这个世界 现在 我已经不需要用谎言来武装自己了 怎么 基本上是活话大会吗 你让我把话说完嘛 我还要谢谢你 即便有了自我意识 你还是能在林默默和我之间 坚定地选择我 让我 成为你的唯一 从小到大 我们好像都是那个备选方案 从来没有被这么坚定地选择过 承曼 谢谢你 明年 从今往后 无论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 我都会坚定地选择你 我都会坚定地选择你 한번 这个cios 优优独播剧场 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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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小小 小姐 我去上班了 你身体刚刚恢复好 不是个省办 刚刚换我想了想 我楚漫的女朋友 也不需要泡头露面 楚漫 你怎么又变回老样子了 什么叫变回老样子 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 你到底怎么了 我们前两天不是还好好的吗 就是因为我对你太好了 你才会这样无法无天的吧 我无法无天 我不过是想正常上班而已 这是什么过分的要求吗 好了好了好了 朱总 江小姐 一大早上吵架 这一整天可就要走霉运的 回去 初漫 你回来了 怎么喝了那么多酒啊 哎 你 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喝这么多酒啊 你是我什么人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好 我们先不吵架 你先洗漱休息 有什么事我明天再说 好不好 明天再说 是 哈哈哈 江明明 我现在告诉你 我不想和你有明天 你先洗漱休息 有什么事我明天再说 好不好 明天再说 哈哈哈 江明明 我现在告诉你 我不想和你有明天 我是怎么想留的是什么 啊 你就是因为自私 你想把我留在你身边 做你的男朋友 给你长面子 所以你才实施不完全任务的 对吧 朱曼 你在说什么呀 我自私 原来你是这么看我的 江明明 经过我这么多天的努力 其实你早就已经能说 我爱你了对吧 太可笑了 原来我顾虑的已经 在你眼里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对呀 根本就没有意义 所以请你立刻马上赶紧 对下有意义的世界 好吗 不要那么不失去 好 我现在就可以拔住你 让你上去通过的世界消失 好 出发了 哈哈哈 孩子们我没累了 这次说起来个太 怎么了 吵架了 哎 你说他为什么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难道男人真的说变就变吗 还是说 我根本就不值得被爱 明明你说什么呢 怎么能这样说自己呢 你把任务做了吧 好吗 我求求你们把任务完成吧 我舍不得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 可能 你没有体会过跟喜欢的人 要生一死别的那种难受 这时候不会体会到的 储慢已消失 老李也消失 老李 你们 嗯 他跟我其他相当有不一样 我觉得 才是个好男人呢 所以啊 如果是这样 我就更加不能完成任务了 你看看你自己的手串 还剩最后一刻 你别骗自己了好不好 你得面对现实 可是我早就爱上储慢了 我不想这么做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这么对我 我真是怕了你 你听我说 储慢这么做 是事处有因的 舒总 我觉得明明这次晕倒不是我缘无故的 他手上不是有一个手串吗 那东西就像是一个计时器 如果到了时间没完成任务就会有危险 我知道 我还知道 我的出现是因为那双手串 可是他的任务是什么 你们必须要对对方说出我爱你三个字 可是他为什么一直不说呢 因为他一旦说了那三个字 完成了任务 你就会消失在他的世界 他舍不得你 不行啊 我再去找那个麦珠川的大叔 我相信一定会有办法的 所以 您宁可牺牲自己 也不能让江小姐受到危险 您这些反常行为 是为了逼他完成任务 那行是需要牺牲的大叔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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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后悔到那些倔强 无法遗忘 你像太阳 除暗 你太过于依赖我了 那我不该依赖你了 明明 我们是开门 我已经验证到这样的生活 你从里面就用 对我多好 竹岚 我知道你是故意的 你知道如果我不赶快完成任务 会有危险 对不对 这段时间 我们过得很快乐 不是吗 我们都愿意为彼此付出 为彼此牺牲 但你愿不愿意再努力一下 我们应该一起努力 找到一个两圈七尾的办法 而不是才是那些 别自欺欺人了 你要什么想去基本的办法 那也应该试一试啊 我不想就这么放弃 明明 接受一下事啊 我不要 竹岸 现实就是 我不能没有你 静静的唱 慢慢回荡 我后悔的 那些倔强 无法遗忘 你像太阳 但却害怕 再说你给的光 静静的唱 能耐用伤 我后悔的 我好像 听到你心跳的声音吗 我再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再靠近一点 那些年我能陪在你的身旁 这个 如果我们能一直这么下去 就好了 喝点 喝了 喝了喝了 黎明 朱总 贾小姐 老李 你们挺甜的啊 尽管祝福我们吧 对不起啊 妈妈 我实在不想让你体会 我现在这种痛苦 好了好了 我们先想解决办法 嗯 可以找大师啊 我给你看 这个大师送的可准了 他说我感情上怎么会遇到渣男 哎 亲爱的 是我改变了你感情的恶运 撒了吧 妈妈 就你那感情状况 什么都往朋友圈里发 大师一看就知道了 真的准吗 野灵还需吸引人 我觉得 还是得先找到那个卖猪手机去去 他说 你愿意再帮我们一次吗 不要 多少钱我都愿意付 哎 楚曼对我真的很重要 我们彼此相爱 相爱也必须完成任务 妹妹 楚曼 如果你们没法完成谎言的课题 你们的爱情还是建立在虚假之上的 这有什么意义呢 你们永远无法对对方表达你们的爱意 这样不累吗 既然你们相爱 你们不如想一想 面对这最后一刻 如何向对方表达你们的爱意 妹妹 你愿意嫁给我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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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走在晚一秒 我愿意 崇岸 无论如何 我都很感谢你来的我什么人 是你教会了我什么是爱 让我变得越来越勇敢 你让我 从一个爱说谎的江明明 变成了一个改于直面真实世界的江明明 谢谢 我这个孩子 你要过 你的名字 我愿意 经常一场陌生的雨 一遍一滴 无声无行 来得有无惧 连散长夜 夜快无需潮汐 陌生了几陌生的你 今来边远流血雨滴 完了回忆 伸服开关你 渺相你 爱情继续 会窒息 伤来忧伤 随时抽离 可恭喜 又怎能见一抹去的痕迹 你是我世间陌生的鱼 漫长的孤节只都换去 天下相遇 花颜不再孤独的天里 你的命也太难忘成你 落下却没回忆 这一切真的只是一场梦吗 明明 这段话是一条不大 经发得不错 孙经理 你也一把年纪的 为什么老做这种 你老问我干什么呀 不是啊 江明明 认识你什么时候摸你了 昨天你最好低嘴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在抄我的设计稿 你别吓成票啊 我吵醒你 一看就是社会不幸 我太可恶了 天天和你们这种人在一起工作 谁信不得了啊 我辞职了 你们爱找谁找谁去 不是 江明明 你不敢你 萌萌 我辞职了 你不是打算升职的吗 那种泥潭一样的公司有什么好期待 哎呦 别洒脱了 对了 你认识的人里面有没有叫储曼或者老李的 嗯 没人认识个大人 怎么 嗯 没事 来吧 爸爸 预备 预备 好 你倒是 来不及说再见 就这样 轻负着你的脸 像这样 别对我说抱歉 太悲伤 还有太紧每一张 都原谅 轻轻地唱 慢慢地回荡 我后悔的那些曲抢 无法遗忘 你像太阳 但却害怕接受你给的光 轻轻地唱 淡淡忧伤 我会到了 每个地方 我的成长 你的模样 微笑 在我 身旁 太棒了 让大家来到本次的珠宝大赛颁奖典礼 让我们热烈欢迎获奖者江敏敏 江小姐 您能分享一下这次的珍珠之类的创作灵感吗 嗯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也很感谢大家组委会把这个奖班给我 其实 珍珠之类的创作灵感 来与我的男朋友 从前的我是一个很爱撒谎 很爱慎容的女生 但自从认识她以后 我感觉到了真诚带给我的满足感 是谎言带给我的虚荣感 无法脾及的 我希望看到珍珠之类的大家 能够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当中 不被世俗所影响 无论发生什么 都能保留自己的真正 不撒谎 原来是一件这么幸福的事情 这个小姐 我们认识吗 当然了 这个小姐 你可真是跟我话题 我们根本就不认识了 我执着了信念 慢慢睁开双眼 I wanna be